镜头语言 您懂多少呢 想要剪辑出一支好看的影片 要善用特写中景和大景 不同的角度呈现的感染力就有所不同 中家宽平吉隆 这一次进入崇佑影艺科技大学 跟学子分享镜头语言 崇佑也能了解创作者的心思 因此一定要懂得聪明试读 当你看到很shock的事情 或者是让你很冲击的那些消息 其实你必须要先想一想 这些东西到底是谁发出来的 这些东西到底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透过自己去思索 这到底的目的意义在什么 这样就是很聪明的阅听人 你就不会被拖着走 崇佑校长也分享身边朋友被诈骗的经验 因此对于推广媒体试读给予鼎力支持 非常感谢中家集团 教导我们的学生 那我想因为其实整个 现在目前来讲的话 我的群组里面有 群组有两百多个群组 然后连好友的话 我有两千多个 所以每天都上千者 因为资金太过泛滥了 然后资金太多了 那我们怎么去辨识 我想这件事情很重要 那中家集团的话 这一次也跟我们学生教导 这个我想是好事 不然的话我们很多人不知道被假信息骗了 然后甚至于说被诈骗集团 然后我刚好是半年前有一个朋友 就被骗了三百多万 诈骗集团的那个敏锐度很强 之前是刚好是要花六千块 他马上就有诈骗的东西出来 所以我们对于辨识他这个是不是诈骗的话 我想这个试读力非常重要 也很感谢中家集团 吉隆新闻他们也对我们的学子来教导 通过媒体试读 我能分辨讯息的真假 透过镜头 让我们知道很多事情要先查证 不要太快相信 我们这次很荣幸透过东家新闻的课程 然后带领学生去做媒体试读 媒体试读是现在现代人很重要的一个技能 透过这次的课程可以让学生思考一下 讯息的真实性 每天接触媒体的我们 其实也正被媒体影响着 从镜头语言中 看出媒体内容的建构与符号 聪明当个月听众 记者黄少敏蔡小军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